這個上台有路線粗的 11.5 袋 好 來喔 開始了嗎 還在聊天 阿迪斯的车友们大家早安 经理又来跟车友们来介绍了 这款车是阿迪斯 也有其他的车友在这里等候 今天的这款介绍的车子是11.5代的 其实底盘的架构 9代 10代 11代 11.5代 全部都是一样的 可是当11.5代之后 大概16年之后 16年年尾之后的 1718 他的前面 11.5代的 这台是再讲一遍是11.5代的 前面这一颗上座的螺丝 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的业内或者是有很多的 一样是避震器的制造的叶子 都很欢迎观看经理的影片 我们有的东西像VHG的车系 我自己也非常熟悉 那这个Toyota车系我们也常装 所以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点 那如果有业内的话也很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交流 毕竟台湾的业内很竞争 那最主要的竞争地方 其实不是台湾是国外 台湾的话我们只是希望在外销的主力市场之余 能够服务更多更多台湾的车友 所以我们都会把一些业内比较机密相关性的一些东西 跟车友们一起来分享都没有关系 像这个11.5代的 它的螺丝是粗的 那也许有可能的改装便器的方式 是一样用11代的 可是这个螺丝在附上滑丝或者是螺帽 其实也不太会有问题 可是为了完整度100分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都把它做得很完整 像这个上座 KT也有附上座 而且上座的规格跟原厂的11.5代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粗的M10的螺丝 所以这个是跟10代 还有11代的话是不太一样的 那其他地方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这款车KT的设定前面有附上座 连后面的上座都有附 而且KT在这个后上座的这一个橡皮 这个铁件其实不太会坏 用到车子报废这个都不会坏 可是这个橡皮是后座零件的一个关键 还有一个下方的一个小零件 它的小零件是要把它的避震器把它电开 避免跟它的支币做干涉 那这个地方有哪里有秘诀 这个的橡皮的直径如果太小的话 这一颗花丝当久了之后 有可能会跟上座会干涉敲击 就有可能会造成异音的状况 那这个橡皮如果太小 它有可能会位移 位移之后就比较会有异音的状况 所以在这台车 还有在Honda CR-V的四代 常常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但KT的话 这个上座的规格 还有这个橡皮的规格 全部都是做跟原厂一样 所以几乎很少啊 虽然KT在Artiste里面 有很多的车友 有捧场 我们有安装了非常非常多数量的 11代11.5代 可是应该都没有车友反映 KT的后面这个零件 会有异音的状况 而且这个零件就做得跟原厂一样 所以耐用度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在这一条后弹簧的设计 KT的设计也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 有的是会做一个通用型的弹簧 然后上方来做一个转接座的形式 跟它原厂的这个上橡皮来做转接 但KT的话 这台车因为卖得很好 所以KT也是做专用规格的弹簧 这个弹簧啊 我们把长度拉长到190mm 这个弹簧的长度拉长 它的行程跑出来的时候 舒适度才有办法 达到应该有的水平 所以如果啊 是一般道路版本的 就像这台车一样 我们是用19公分 190mm长的规格 公斤速的话是5公斤 那如果啊 车友是要禁忌的版本 我们就会把弹簧的长度把它缩短 可能会缩短到16公分 然后公斤速的话是做7公斤 可是 7公斤的规格 对这台车来说 算是还蛮硬的 如果有比较热血的车主需求 才会建议用那样的规格 那一般的话 大概有95%吧 的artist车友都是选择道路版 所以后方的弹簧 我们就是做一个专用的规格 当然啦 比较不会有问题 乘坐感也比较好 因为行程拉出来了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装上车的状况 镜头从这里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 像这一款车 我们这个也是经理当时 好几年前所设计的 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角座 因为这一个支币 跟这个地分泥蓝色的一个角管 相当贴近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会垫一个华丝 专用的华丝 让它垫开之后 这里就不会干涉 这个也是经理当时 好几年前的设计 那在后弹簧的部分 一般的弹簧 有可能打得比较短 但KT的话 我们拉长到19公分 让它的作动的行程 弹簧的长度拉长了 自然它的行程跑出来之后 才有办法让它的舒适度提高 那如果我们把弹簧的局限长度 局限在16公分 甚至有的 我有看过大概15公分的 当然它作动的范围 就不可能会大过于弹簧的范围 所以那样的设定 就比较偏向禁忌的设定 要一般舒适的话 还是建议啦 这一台弹簧的公斤数 大概4到5公斤 可是弹簧的长度呢 尽量拉长会比较好做 那你从那边 好不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后方阻拟调整的方式 我拿得到吧 可以吗 好 你开门就好 阿迪斯后方在调整软硬度的方面 哇 小话拿好了 好 超贴心的 你看我们即使超力 现在都知道我要讲 这个后方 后座的话 我们把它往前起 然后这里有一个饰板 这个饰板拉开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阿迪斯的后上座 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调整软硬度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掀开 从这个地方就能调整了 那调整的方式 一样是顺时针变硬 这样就变硬 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 会扑吗 还好 还好 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阻尼的调整 谢谢我们的济师 来我们再来继续讲解后方 那后方的话 KT的设定都是高低 高低还有软硬 高低能调整 软硬度也能调整 今天的车主也有需要 把车高的话稍微再降低一点点 所以车高的调整 像这样的方式很单纯 因为它不是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 所以调整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下座把它拉长 它的侧高就变高 所以它的调整方式 也不是靠压缩弹簧 让侧高变高 所以调高调低 它开起来乘坐感觉 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是KT的统生可调的设计 那阻尼的话 就是软硬也是能调整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 前面的话KT最用心的地方 应该是这一条的前面的弹簧 这个前面的弹簧 我们是配置200长期公斤 而且做一个大灯笼状的弹簧 大灯笼状的弹簧 它会比直卷式的弹簧 还要来的行程 一样是把行程拉出来之后 舒适感才会跑出来 行程的话大概有多了35% 所以它的弹簧跟弹簧之间的距离 我们拉的比较开 会比直卷弹簧行程多出35% 那它灯笼状的弹簧 如果遇到坑洞的时候 直卷式的弹簧 它是直上直下 可是灯笼状的弹簧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 会往两旁释放 所以它乘坐前的感觉 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那11.5代的阻尼调整 是在上方 在引擎盖 我们打开之后 在饰板的下方 可以用食指 从这个地方稍微搓动一下 它就可以调整到它的软硬度了 那刚刚提到的11.5代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一颗螺丝 它已经是变成是粗的 变成是10mm的 所以KT都有做专用的规格 只是 所以我们下单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店家 或者是告诉我们的新销商 你的车是11.5代 才会帮你配专用的规格 下方这些的固定点 KT是很专业的制造厂商 当然这些的固定点 ABS的感应线 油管的固定架 全部都是跟原厂一样的 包含这个离载串的锁点 也是跟原厂一样的位置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钱 买可调式的离载串 买强化的离载串 直接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 前面的车高调整跟后方一样 我们如果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把它旋松之后 它调长它的车高就变高 那如果要缩短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调短一点点 可是前面的悬吊系统叫做麦花层 麦花层的避震器 它不只是负责坑洞的处理 上下坑洞的处理 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的避震器一样会 上座有一个轴层 一样会做旋转 所以这款车的前方的避震器 如果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没有敲紧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松脱 会有硬硬的状况 所以在施工完毕之后 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要记得要把它敲紧 所以这个是安装一些小细节 至于KT的用料的话 车友们大概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稍微看一下 意大利进口IP的主名友 还有日本 NOK 最棒的NOK邮风 KT用料的话都相当的不错 那在KT的销售的体系里面 北区的话 有北区的经销商 中序的话 有中序的经销商 碑鱼底盘寄演 还有南区的话 也有店家 有提供实车 给车友们来试程 来体验 所以如果车友们有需要的话 都有欢迎跟我们联络 包含了宜兰 还有花东 甚至是澎湖 我们都有可以安装的据点 所以 有车友需要的话 都有欢迎跟我们联络 以上是今天 Artist 11.5代的安装直播分享 谢谢车友们 拜拜